那至於你想知道的就是我在狀況附件 包括我們也治療過腦癌的 腦癌開到的 包括癌症 就瞬間互發三四種到我們那邊去 那我把我們在做的先腦部的這邊 我先做一個簡單介紹 我做的大概一個最成功的Case是在花蓮的 它那個是退出一關一關的一個看療院 大概有四百床 那每個block 每個地方大概有一百一百床 那我也第一次才知道說 政府在那個退出一關的 他們的設備都非常好 環境非常好 我第一次才知道 我不知道 非常好 你說在哪裡 在花蓮 花蓮 那這個是一個 等於它這個主任是一個中將 那個單位那個叫什麼 主任 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 我應該重新把那個講一下 可能會比較好 就是它是 等於 就退伍會的那個 退伍會 在花蓮的 花蓮的一個 按療院 等於榮民的 榮民之家 這個按療院 那 那當時他們是平均82.5歲 我們就開始去 想辦法去讓他們知道 這個環境 那因為這個主任 他原來在 桃園的時候 他就 桃園中原的時候 他就跟過我們的音樂 所以他希望就是把我們的音樂推翻 然後我把非常有效 非常有齊心性 你知道在過年的時候 退出一關篇 他們一定是喝酒鬧死 那一年他就放音樂 他跟我講 啊好事好事 今年都沒有人在過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單身 就開始會打架 吵架 然後今年都沒有花賽 就聽音樂以後 這是第一個 他覺得說 哇這個太有效了 所以說他們聽了一段時間的音樂 就是你治療了 譬如說 兩個月 三個月以後 對對對 不是說當天你放了音樂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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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已經有長期症 就本來就在放音樂 他們已經放了一段時間的音樂 好 那現在開始最重要的講 現在開始的呼喊 那 因為我要求比較嚴格 我說我可以幫你去 規劃這個音樂的音樂這個社會 那他就 我說 但是很重要 你們一定要來上課 你沒有來上課 我不會 你不能叫我 那那個院長要來上課 就是主任 主任要來上課 另外一個是胡桃 胡桃 我記得是胡桃的 就是 那也是胡桃的那個 然後他們也來上課 上完以後 我們就開始幫他規劃 那中間就是 固定的 早上午 下午晚上 那中間的重要是 我為什麼要請他們來上課 就是 他們回去以後才會跟我做建議 那我也去幫他們做體驗 那建議裡面他就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 中午的時候放他們 老年人喜歡聽的他們老歌 那你知道 中午晚上 就吃飯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回歸到 他們喜歡聽的老歌 我說那沒問題 本來 我們在排的是 就是對他們有意的最好 那 從早上下午晚上 就開始固定音樂 這樣播放 就每天這樣換 因為它四個地方 所以 我這個地方放一個禮拜 它就 下面就是換另外一個音樂 就換了 它有四個地方這樣播放 最有趣的是這樣 你大概不曉得 在八十號點五歲的 有四百個人的 你去當那個主管 你壓力有多大 因為一下這個心臟流浪 這什麼東西 所以應該多元性的人在哪 對對對 那他們也有做稅 早上大概四五點也假如到五間房 因為他們是軍人 原來已經退出了 那我現在講的是最重要的是 我把它換完以後 他們 依照 因為我們教過 我說你可以換 有些音樂要換 都可以換 快慢 又不一樣 三個月以後 剛好 有事情要去發臉 那 我就 我就去了 他們說要去接我 讓我經過發臉 他們也高興 你知道我看到他們的那一面 就是這個主論 跟這個舞蹈 應該是 舞蹈整個舞蹈 忘掉了 然後非常有意思的是 他們臉色是會發酵的 會很愉快 那原來不是嗎 你大概不曉得 原來是什麼小 你不曉得那個是多緊張你 你大概不曉得 因為八十到年幾歲 一下這個心臟病 一下胃啊 這個什麼東西 所有的一定擊對 你整天就忙得一大無數 放一月以後 他把這些慢性疾病 整個舒緩下來 他情緒情緒一半 講真的 因為你沒有看到那一面 看到那一面 我也覺得 讓我覺得很差異 為什麼 他們連以前都是 有點僵硬 因為那個 你去想想看 照顧四百個人 那種 都八十幾 八十到年幾歲的 平均 那個是很緊張的 我一下這個從醫院 一下從手 結果他們還發覺 哇 一直看到他們 也是這樣 就是 有比較溫和 就是溫和 然後也會微笑 以前我去還是一樣 都蠻緊張的 就是這樣 那 那個是 整個在 做的在老男女院裡面 做最大的一個計势 是四百多 四百多 那個是 也算傑作 其實我沒有 應該去把它 好好把它錄下來 對啊 沒有我講真的 因為那個不容易 四百多 因為你不叫 你大概不曉得那個多難 因為我們的音樂 跟一般音樂不一樣 一般音樂是 不痛不癢 我們的音樂是 直接會作用到 你心臟有問題 就作用到心臟 頭痛有問題 就作用到 那我可謂質問 我還是有一個疑問 那四百多人應該有 各種各樣不同的病 那你怎麼樣去做 用一個 你放音樂 總不是四百人 四百人放耳機 去聽四百人不同 他是音響太不錯 所以他固定放 那他們也有帶耳機去 像你媽媽的 我比較建議 有兩種 一種是開放式的 你買個音響 不可以再放 就是放耳 你只要叫他媽媽 就放就放 其實應該來講 那個安養醫院 最好有一個陰療的生病 然後就好像一樣 我在那邊放的 然後就把他排上去 固定放 他可以審教很多麻煩 很多麻煩 因為病人愉快 他就不會吵架 然後他按兩面照顧 也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他無形中 在放音樂 會幫他調整他心情 調整他的所有經絡 調整他的所有 那中間比如說你媽媽 他就是 九十歲 我不建議說 做太多的 干預性的檢測或治療 我倒是希望說 他活得很快樂 然後不能聽領略 比如說他又不能講話 那你可以去感覺 可能聽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以後 你可能 你會發覺他 第一個 精神能比較好 你可能要去觀察 因為你會想說 那我在講什麼 你可能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你看他眼神 他可能會跟你表示 他想做什麼 有時候是 你去注意觀察的時候 會出來 另外一個我比較建議 因為就是說 年紀到比較大 有時候 有些 那麼簡單的運動 不推 那我講的 叫做 那個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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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一般是拍拍 被 有時候 就 沒問題 你有問題 可以問 嗯 哈哈 我聽了這樣 我非常的高興 我在想說 您 您到今天為止 我覺得已經十五,我要請一下 對啊,已經到了 差不多十分鐘